我们来炒一个五香料 花椒 橙皮 桂皮 八角 等香叶 稍稍炒香了 加入清水煮开 这边准备了两斤解冻好的鸭掌 我们把这个指甲剪去 再切起干净 水煮开后再煮五分钟 就可以换火放凉 然后冷水下锅把鸭掌煮熟 加入姜跟料酒去腥 煮开之后再煮十分钟 鸭掌就熟了 把这上面的沸沫也撇去 煮熟了之后过凉白开 撇去沸沫 再用冰水泡的 这样子显然会更Q爽 我用的全部是凉白开 再拿去冰箱冻的 接着我们来调一个料汁 蒜头跟小米辣切成小粒 一碗米醋 大半碗生抽 一勺盐 还有一大勺白糖 搅到白糖融化 鸭掌在冰水里面泡20分钟后 倒出来沥干水 再搅个干净的玻璃罐装起来 加入几片柠檬片 调好的料汁加进来 再把放凉的香料水过滤进来 搅拌均匀 然后放到冰箱冷藏3-4天 放得越久越好吃 这个酸咸度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做调整 要涨我浸泡了3天 现在吃特别Q爽 口感有点点微辣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太搞笑了 有一个人在他的手上 要去鳄鱼了 我要去鳄鱼 大白天肯定有人要水来啊 好